主要沒有那麼容易被開除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在那邊有一些工會在 但其實影響力沒有那麼的大 那而且大部分都還是一些黃色工會在 把持著那些狀況進入有工會的話 那為什麼最近比較有名的大型的工會呢? 最近比較有名的大型工會抗爭 第一個還是一個香蕉 那是什麼啊? 藍板帶 不是藍板帶 蛤? 那是藍板帶 那是藍板帶的問題 那個一個香蕉公司吧 就是他給員工的薪資 一直走後 那後來員工決定罷工 是藍板帶啊? 不是藍板帶 是啊 這樣就是藍板帶啊 不是藍板帶 藍板帶是土地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個事情 對啊 好繼續吧 他後來就拉起封鎖線 然後拉起封鎖線之後 因為明達大爾現在在戒嚴 那其實後來警罰就明確很很過度的關切吧 這個事件 那後來軍方跟警方就去把封鎖線拆掉之後 把裡面的罰工人員通通拉扯出來 終結他們的罰工 大概罰工了三到五天吧 這是最近比較大的一個罰工的事件 對 我覺得大家還是聽著很模模糊糊糊的 五一公園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啊? 可以拿 可以拿 可以拿這個 五一公園 就是 就對了 這個什麼樣的組織 就你說他下了下很多工會 其實五一公園比較像是一個 像總工會的概念吧 再以台灣來講 以我們熟悉的語言來講吧 其實五一公園其實它是一個 它下面有很多分佈吧 它會在各個區域有一個分佈 然後在當地 有一些組織者去各個企業裡面去 協助那些勞工組工會 那 它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其實它就是一直在堅守 他們會一直在堅守說 他們是一個比較輕勞工的工會 他們不是紅色工會 那他們會去對 他們會一直對這些勞工去上課 就是他們定期會開討論課 就是說去討論什麼是你該有的權利 權利權益 然後這公司最近對你的狀況如何 他們會一直一直去 有時間就會去聚集起來 跟勞工聚集起來去講這些事情 那他們除了這此外 他們還會有一些讀書跟閱讀會吧 就是會去講近期的社會議題 那近期的社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大家的看法會如何 那五一公園就這樣 就這樣的方式一直在 跟勞工在討論去 去開一些 那叫什麼 一些論壇 跟大家去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他的運作方式 類似台灣的NGO 其實他在菲律賓當地就是NGO 那剛剛講的那個黃色工會是什麼 黃色工會其實就是青資方的工會 對所以青資方工會 我們都統稱叫黃色工會 對 所以有些工會其實是 其實最近也發生 其實一直都發生很多的事情就是 五一公園去介入某個企業之後 把他們工會組起來了 那其實後來自方就會去跟那些投獎說 我給你十萬 或給你多少錢 那下次選舉的時候就要倒割 倒到資方這邊 那這資方就會就會去組一群人 然後 下次選舉的時候 就整個票數都會跑到資方那邊 然後整個工 本來五一公園弄起來的工會就會被整個被侵掛 這樣子 所以 就是我們會統稱被 後來被資方侵入的工會就會叫黃色工會這樣子 其實不是我們統稱 台灣的台灣有在玩 有在組工會的也怎麼這麼講 對 老師你記得 資方侵入是指 就是工會那一大部分的人會支持 資方提出來的方案 對 就是 比較不會去 該怎麼說 黃色工會跟一般的工會 在菲律賓他們就叫自己是黃色工會 那他們 最大的原因差在哪裡 他們會 會講說 黃色工會講說 勞資雙方要和諧啊 要 要坐下來好好的談啊 那我們他們不是那個零和的關係 大家要一起合作去創造整個公司更好的利潤 那 就是 老闆都會為員工著想 那老闆提出一定有他的理由啊 那 大家要聽話要聽老闆說話 這大概是黃色工會大部分會講的話語 那另外一個 紅色工會像五一公連這種的就是很不乖的 就會講說 勞資雙方一定是對立的 老闆就是老闆拿到的 老闆未必會被員工著想 那老闆提出的東西一定是都是 對員工有壓 就是有相對的啦 就是一定是零和 或是相對比較去近 比較像是零和關係 那老闆想要的利潤 不一定是 員工想要的 就有點像 踩在對立面的感覺這樣子 大家可以一個一個傳下去 就是 講一些心得啊 或是發問都可以 其實大部分會五一公連就是 其他下面還有一些組織啦 就是一些 他們也不只做勞工 其實他們做還有一些運輸工會 像最近剛剛 剛剛有罷工的Piston 他就是一個運輸工會 那其實他裡面罷工有吉普尼 就是 Gray兵比較長 不好意思 Gray兵就是大部分的運輸工具 都是用吉普尼在支撐 那他們就發動了吉普尼罷工 那就非常 就把大家的 就比較 那吉普尼是另外一個問題啊 就 薪資太低啊 就 發動罷工想調整 那另外一個是 Katame 就是他們主要關注是 都市平民的問題 就剛剛講到是 不斷 融合的那些都市平民的問題 他們會去協助他們組織 去協助他們 做一些 做一些倡議 那像今年Katame做了就是 去佔領布拉坎 布拉坎這個地方 那邊有其實非常多的空屋 那他們就是空屋其實空了三五年了 那本來是給軍警要用的 那他們後來就是 把那個地方佔領起來 然後給那些都市平民 後來給那些都市不民族這樣子 就是一個近期比較有名的站務運動 所以他們公會的架構是怎麼樣 就他們會有 總公會會 秘書處 就是有秘書去 那個太子公會 這樣 之類的 秘書會去 下子公會定期的房式嗎 嗯 不是就是 加工 像秘書就是 那個下子公會 秘書就是 總公會 還定期堅持在那裡 就是 除了 秘書之類的 但是 會有秘書 就是我不知道 你講一下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們的大架構 對啊 其實我還是沒有很清楚 那個輪廓的關係 不過其實五一公年他的 我只知道他們的 主席是 各區的頭 就是各個區 各個分部的頭 每年都會開一次大會來選舉 就是譬如說 我今天是馬尼拉分部 馬尼拉分部有個頭 那我今天是 明達納爾的蘇利高吧 蘇利高市 有個蘇利高分部 那這邊有個頭 那是各個市的分部 會有個頭 然後到 到馬尼拉來開一次大會 然後他們會去選 從中推派出一個人 當他們的領導 跟一個副主席 主席跟副主席 那大概三年到五年 會推派一次這樣子 那其實 這十幾年來的主席跟副主席 都是一樣吧 因為他們覺得這兩個人 沒有什麼問題 一路推就推了快十年 然後 經濟他的副主席 剛中風 對 好 那若是大家沒什麼問題 就先停在這好了 那我是 其實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句 菲律賓主言 就是 這是那個 五一公年裡面寫的 若是不是現在 若是不是我們要分歧 誰要分歧 若是不是我們要抗爭 誰要抗爭 那若是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 就是一個 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 要當分歧的一句話 這樣子 好 那就 先到這邊好了 謝謝大家 欸 還沒時間 還有半小時 還有半小時 就其實大家可以傳下去 問一些問題 對對對 可以傳過去 如果沒有要發問的話 再傳給下一個 可以聊一下你去五一公年 多久 然後 有什麼 看到什麼 那什麼樣 你說是總工會 怎麼會有機緣去 菲律賓的總工會 應該是蠻 異樣的 管道 或者是 我想應該他不會 看到一封推薦信 就會說 好你來 應該是要有什麼 特別的姻緣 其實 其實 其實我之前是在 群眾學衛服 然後我老闆是 王 王 英達 對 然後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計畫 就跟他講說 就好像可以去 就我一直對那邊的 勞工狀況很有興趣 然後 就跟阿達講說 你們幫我 他其實跟菲律賓很熟 他就做菲律賓研究十幾年了 他就幫我接線 然後就 他就跟吳亦峰接線 說 欸他們這個 就是我有興趣要到那邊去 然後剛才我計畫會補助我的生活費 然後 我就過去 他就幫我接線 接起來就是這樣過去 那其實我也不是在總公會裡面 幫忙 因為其實我剛過去 其實我 菲律賓我也不好 那其實他們在幹嘛 我也聽不懂 那當時我就進了一個新的組織叫 就是一個新的組織吧 他們剛好在成立 那他們大部分召會員的時候 就只會發傳單 所以也不知道講話 所以我就在那邊幫忙 然後 發一陣子傳單之後 就學了一些語言這樣子 對啊 其實也不是在總公會裡面 是在新的群下的一個組織 就新的那個組織就是 新的那個組織就是 新的那個組織就是 一樣 就是他們比較會跟 深入各個鄉間裡面 去跟 各個 市民講說 因為其實他有一些群眾組織會講 他會有不同的面向吧 就像Piston他就是主要是運輸工會 那像Kadamai他就是 叫什麼 都市平民組織 那像下面的Kidotsina Mankagawa 他就是一個新的 他會跟很多市民去互動 去探討一些近期的社會議題 去探討薪資制度的不平等 去探討一些 一些最低薪資分屈制的造成的問題 所以他們會不停的開一些論壇啊 然後 開一些論壇發一些傳單 然後不斷的去到各個地方去 去一家一家拜訪說 你這家有沒有人在哪裡哪裡工作啊 那他的狀況如何啊 然後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五一公連下面的某個組織啊 我們可以 如果這個時候不平等的對待 我們可以幫你啊 做一些法律諮詢或幹嘛的這樣子 就一直跟著他們在這邊 做一些會員的推廣 其實就因此到很多很奇特的社區去走 那其實看到非常多的 非常 非常多的都市平民吧 其實在馬尼拉地區的夾縫裡面 求生存的人看得非常多 其實就還蠻 心疼 對啊 請問你之前對菲律賓的影響跟認知是什麼 然後你在那邊學習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你這些數據是經過這一次實習的經驗 然後他們給你的嗎還是怎麼來的 謝謝 哪些還是什麼 學習是學習 就是 嗯 你對菲律賓的社會經濟的知識 是工會告訴你的還是 你從哪些知識 就是你的知識嗎 其實大部分還是以工會 其實也未必是工會高速 其實大部分是我看工會的數據 然後還有一些 有些其實不是工會的數據 其實有些是一些基金會的數據 像剛剛提到的愛國 就是菲鳥基金會 或一些 會比較著名的 比較左翼的一些基金會 然後所以從上面看來的 那這些對 這些社會議題的數據 其實我 在去之前是一無所知的 就是回來之後才 慢慢爬樹了一些 其實在中間實習過程中 他們也不會 太去告訴我 到底菲律賓長什麼樣子 或是菲律賓的 其實勞工階級長什麼樣子 其實都還是我慢慢的 跟一些 就團體走多了之後 慢慢跟一些投聊 那 其實你走到一些社區 可以跟一些事情小民聊 他們的生活 那慢慢那個輪廓才被勾勒出來 對啊 這是我 我的經驗 對啊 所以你一開始為什麼想要去哪邊啊 就是 就是 你對他一無所知 有時候 就覺得 好像蠻有趣的 就可以去去看 對啊 因為剛好有個計畫 有個機會 那 就可以去去看這樣 那這個計畫現在在這兒 代表有興趣的 可以 再點 再點 等一下 你這計畫是什麼嗎 其實 其實是教育部的一個 這個 它叫什麼 新南向 研習計畫 對 等等 我可以再把 增到7月底 對 增到7月底 所以我好奇的是為什麼 教育部的新南向計畫 會把你送到 方便投退 其實這個計畫 其實它沒有任何的限制 它就是提供一筆錢 然後你 你要自己先找好組織 對 然後你要自己提你的 研習成 研習 叫什麼 預期的效果 對 那你跟他談 然後他通過之後 他就會撥那筆錢給你 那其實中間 不管找組織 結起來或是 念要的預期效果 就是要自己寫出來看 對啊 而且他現在還在針見啦 針7月到9月的吧 9月到11月 9月到11月 9月到11月的 對啊 30歲以下 對啊 30歲以下 講到好像就會不害來的人這樣 其實補的還 我覺得還OK啦 在東南亞生活都還 兩個月 很多補助來說 對 補助來說還 而且和銷都還算放著 所以你在 在瑞兵那兩個月 你的生活是怎樣 就是你是多少時間 在工會裡面工作 然後 除了發 就是 利用發傳單機的時間 跟 跟 你組織的幹部聊天 這樣去學習嗎 還是 你其實有很多時間 是可以自由的活動 參加有什麼 其實 我是 我是住在 對 我是住在 總工會的 辦公室裡面 然後 我住在五一公里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 其實他們非常多的遊行 那其實有時候的遊行 就會跟著去 那去的時候 就會跟一些 不同之類的聊天 那其實這兩個月 也有參加了 大概20到30場 希望我媽沒有在看 對 20到30場的遊行 這樣 然後 到各個遊行裡面 就會看到很多 很多人 很多組織來的人 有些其實不是那麼 左翼的組織 他只是剛好議題 對了 他來support 那其實你可以跟他聊 他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對社會了解的輪廓 那做些什麼其實都還蠻 蠻輕鬆 欸沒有很輕鬆 基本 還蠻基本的 因為其實語言真的很障礙 我到現在還是很障礙 你可以講一下五一之前做的什麼 其實到現在五一很障礙 其實在當地我就是 就是有些人 有時候一些工會的人 會到民工裡來拿一些東西 我就抓到 就趕快問 欸你在哪個地方服務 那你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 會問他很好奇的說 你做的那些事情是什麼 對有些是Pistons來的 那有些是 比較遠的地方 有些來自明達納爾 我就問他 明達納爾現在是什麼狀 那邊的勞工怎麼樣 那心智如何 都是 我覺得那個輪廓都是慢慢慢慢 一個一個抓出來 我就連結了 所以大部分情況還是在 旅宋島活動 但就是可以聽到一些 比較遠的聲音 這樣子 大部分你參與的遊戲 是什麼類型 很雜 非常的雜亂 勞工運動 勞工運動也有 農民運動也有 然後 破千 破千也有 對 是都市型的 就是比較 都市型的議題比較多 還是 因為你在比較 市中心的地方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的 像 像運動發生的場合 可能很多地方 是因為你的周圍 剛好是 比如說 海道旁邊 其實我都 對啊 可能就是 其實我覺得以台灣來講 我們之外 你住在台北跟住在 哪哪裡舉例好 住在台東好了 就是 你的 你的抗爭的 多寡一定有差 因為你的 立法院就 身在台北 你的總統府就身在台北 所以 抗議一定都會在台北 就只要局中在台北 所以他們也是怎樣 像 農民運動的 對啊 其實都會 他們大部分有一個地方叫 Manchiola 就是一個 Manchiola廣場 其實就在總統府前面 很靠近總統府的地方 然後 他們其實 常常會有很多團體 就特別北上 到那邊去抗議 對 可以補充一下 那種組織生活的感覺 因為 我的話 我是去那邊 交換 一個學期 然後 其實我在去那邊之前 我也認識那邊 一個組織叫Migrantia 然後在台灣也有 所以他叫移工國際 然後他其實是在全世界都有的 然後 但是我在那邊 我就只能當志工 因為我還要上課 然後少環師每天都組在那裡 就是K&U 是一個很勤勞的組織 就是幾乎兩天 三天一次遊行 三 五天一次大遊行 兩天一次小遊行 然後每天早上都要很早起床 就是你知道菲律賓人的時間 就是 你跟他講 下個 十二點之類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兩點 三點才出現 然後跟你說 我現在還在路上什麼的 然後 可是K&U就是 都是非常 早就出發的 對 然後其實組織的話 他們的組織跟台灣 就剛剛其實講到NGO這個概念 我覺得他們其實跟NGO是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NGO 在裡面工作 你還是有一筆 基本的薪資 對 可是在菲律賓 他們那個 這種組織 他們也有NGO 但像這種組織 他們就是沒有拿薪水 他們是每個月拿零用錢 因為他們是一個傘 然後在那個傘的最上面有一個像是指導組織的東西 他們然後每一個組織就是分散在下面 所以Immigrante跟Kadamai這些全部都是在下面 然後 他們有一個同樣的目標就是覺得 我們可以為了改變這個社會的努力 所以錢不是我們的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是 可以拿到的都是 可能一個月兩千塊 可是如果你有結婚 或是你要去上學的話 他會給你 他會看你的需求給你多一點錢 可是你就不會 不會 沒辦法像一般人這樣想樂去看電影啊 看電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享受 你要付兩千 兩百塊 你一個月只能拿到兩千塊 就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集體生活 對 然後像KMU其實是 還蠻 相對起來像比較有錢的 就是從他們睡覺的地方 跟他們吃的嗎 吃的也比較好 對 因為畢竟KMU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 對 是募款的嗎 有募款的 其實大部分的資金都還是來自 大家 群眾繳肥 像其實他是 他其實總工會 所以下面有各式 各式 總工會好爛 各式各樣的工會 那其實他像剛剛有提到Piston 他就是一個吉普尼工會 那他其實 他會要求那些參加工會的人 一個月也會繳一筆錢 那可是又會依照那些 工會的性質 裡面 從屬性質的人的 薪資能力來訂那些收費 像剛剛的KADAMA 他一個月大概只要繳一塊 一塊皮書 那像吉普尼工會 一個月要繳五塊 可是他們有另外一個是 客服中心的工會 那一個月可能就要繳三百到六百塊 所以他會依你的薪資水準去收那個 會費 那會費收完之後 他可能會提供一些 會按照各個工會不同的性質 去提供不同的服務吧 像吉普尼 或 像Piston 或是一些 KADAMA 這些比較窮的組織 他們就會做一些比較基本的服務 或是一些法律服務之類的 可是像 扁 那種客服中心的工會 他們就會 因為其實他真的比較有錢 所以他們會提供一些郊遊啊 出去玩的行程啊 那出去玩之後才會再提一些什麼 才會再提一些一些 生活 就是一些法律問題 跟一些他們的權益問題啊 所以都還是 我覺得那個變動 就是會隨著不同組織會有差異這樣子 聽起來 客服跟菲律賓是一個龐大的產業 非常龐大的產業 其實 是歐美國家的 經驗會把客服快樂還是 就是客服是一個什麼 客服 好 那其實是另外一個 其實我本來想整理出來 其實客服 大部分都是一些歐美國家 設在菲律賓當地的客服中心 就是一些產品售後服務的地方 那有時候 有時候你買一些歐美產品 會發現 歐美產品 記得在官網上面 它會寫我們是24小時客服 那其實有時候會轉到 印度 有時候會轉到菲律賓 那轉到菲律賓之後呢 他們就會 就會轉到菲律賓 那其實有時候他們的 早上 就是他們剛好跟美國差10個小時啊 就可以剛好日夜這樣交換 那儘管有時候 他們的工作其實也是很不穩定 有時候他們半夜3點或5點 就要爬起來工作 就為了接那個電話 那他們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 我有跟幾個 在客服中心的朋友聊過 那他們就會講說 有時候美國人就很不友善打過來 然後聽到你是菲律賓考驗就說 這該死的菲律賓人 怎麼在搶我們的工作 就是你們的薪資這麼低 然後我們整個公司都外包 然後我們這邊才沒有 理當的這些客服中心的工作可以做 很多 其實非常多的 如果紐西蘭的人會打下去就辱罵 就是接起來聽到是菲律賓考驗 就怒罵他一通 然後 從頭到尾都沒有講產品的 那些客訴的內容 然後怒罵完之後就磨掉 其實非常多的狀況 不過他們薪資相對很高的 那其實 在那些 客服中心組織其實相對不容易 就是組那些工會相對不容易 其實 他們每個月都有排名 就整個公司排從1%排到100% 然後你是 就是 那個業績最差的前2% 就是 客服會給你分數吧 你有時候 分數最差的前2% 就是 分數最差的2% 會被 剃除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競爭的 然後你去跟他們提說 我們要 那個 團結啊 要爭取勞動權啊 他們就說 我只要踩著這個人上去 我的薪資就比較高了 幹嘛團結 就是 那個 其實他不會 去意識到 他們是要跟 資方去 增 那些勞動權 或是增薪資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組織起來 還是比較辛苦 對 對那些組織者 可是像會被 踢走的這些事情 就跟他們的那個 勞動組約有關係 對 但 可以任意踢走的狀況 還是跟勞動組約有關係 因為他其實薪資雖然比較高 但大部分還是六個月的企業化的 那些 工作 對 還是他們正式雇員 一定也有 還是正式雇員 正式雇員其實比較 比較難提啦 其實正式雇員 提了之後 公司的 法律麻煩很多 所以他大部分 儘管薪資比較高 他們還是採用那些 比較彈性的 企業化的 那種 過用方式 對啊 整個國家都非常的彈性 我不知道 這彈性有什麼東西 對啊 我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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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 Cost Center 我覺得那個 這國家是很沒希望 我不知道 這整個 整個 講座聽起來 這國家非常沒有希望 因為台灣 你看 你看 很多人喜歡 進台積電 聯電 至少台灣 這幾年 有新興產業 讓人家 值得切勿 那個 竹科男 可是 在台灣 對台灣來講 客服就是一個 比較沒有技術性的工作 可是在 在菲律賓界 全國大學生 去製作工作 這個是只有這樣子嗎 我已經 最近的檢獎有一點點 小 我覺得這國家 很depressed 沒有救了 真的只有這樣嗎 你那個 我給他開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我要 剛剛想要講什麼 我一下子 一下想不起來 現在好 我還是沒有辦法 回答這個國家 沒有救了 問題 對啊 我剛剛講 就是 其實台灣 在 所謂的 進步的階段 就是台灣 前一天講 我們父母親的那一代 或是我們的 也許 祖父母那一代 我的父母親那一代 我的父母親那一代 就是 經歷台灣 六七零年代 經濟起輩 那個時候的 加工女工 或者是 所謂的勞工階層 是不討論 勞用權益的 就是 拼命賺錢 拼命賺錢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做手工也要 就算做手工 或是當技術員 像我媽媽 她有 學生時代 也有去當過作業員 那個時候不講勞動權益 就是 全國全力往前衝 有一個團聚力 這樣子 我聽到馬力拉 一個月有 二三十次的 那個 叫做 遊行 我覺得很 不可思議 這國家不是一直在很動亂 其實工會太多 真的是好的嗎 我知道工會其實是一個 抗衡的力量 它是必要的 如果碰到很二職的資本 不見得每個資本都很二職 但是如果遇到二職的資本 它是一股力量 如果太多 或者是太 太極端 會不會有 反而不好 你看 台灣在 全力往前衝的時候 是不講勞動權益的 到現在才講 發展到一個階段 接近所謂的已開發的階段 才會去想到這一塊 可是我看菲律賓 快沒救了 已經 就經濟遲滯 然後好像快沒救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聽起來 好像這個國家蠻沒救的 然後現在在討論勞動權益 我覺得他們有辦法再進步嗎 不好意思 那個比較悲觀 看法我就不一樣 沒有 沒有要講嗎 沒有要問問題還是 我先講了 台灣的 其實 其實我今天是講地下階層的生活 所以一定會比較悲觀 那其實菲律賓整個是 經濟是在起飛的啦 對啊 是在起飛的 但是起飛其實不是 就是 怎麼講 在經濟學的捐滴裡面 其實不是低到每一個人身上的 就其實還是某一個階層的那個收益 那 我覺得還是在講大部分 勞動階層他們的狀況 那其實 勞動階層一定就是最悲觀的 就是其實他們就是 整個經濟成長最辛苦 然後又是常常最沒有獲利的一群 那 講到台灣女工加工 我覺得要回到那個時候 是威權體制的時期 所以 那個時候如果是 主公會也沒有那麼簡單 而且大家都還是處於 怎麼講 還是處於 我以前就是其實主公會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大家 賺錢也比較容易 我覺得大家 比較不會去想勞動選這個事情 那其實 菲律賓整個狀況都覺得 已經這麼糟了 如果是再不爭 那只會更糟糕下去 因為 權益不會平白地講出來 如果是不爭 就沒有機會 那 關於 抗議很多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台灣抗議也非常多 只是 我們 看不到啦 對 其實每天 我們有時候路過立法院 每天早上 八點一場 然後十點一場 十二點再一場 一天早上卻又三場 台灣的抗議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多 對啊 我這樣有算回答到嗎 其實我覺得 我還是沒有達到切中要點 對於台灣女工那個 其實我們有經過那個 上一代的那個時候啦 但是 就從那個時候 你自己也提到說 就是那時候叫做台灣前煙角墓 然後 然後 那個是在台北到台灣前煙角墓 台灣前煙角墓 大概是七八零年代 什麼現象 台灣前煙角墓 不是財富累積 大概是七八零年代 五六年代 就是在全力往前衝 就所謂全力往前衝的那個時期 算是美國在照我們嗎 他們大量收購我們生產的 一堆的加工品 所以那個時候 變成台灣的加工 就是 女工做所謂的紡織業 或者是鞋業的人 非常的多 那 我會覺得 那個時候大家之所以 就是 並沒有產生什麼樣的抗爭 是大家在 一定的勞動基礎下 都會有報酬 那加上就是他剛才提到說 以那個時代背景來說 要主工會 其實非常的困難 就像 我們也是後來好不容易才有兩檔之類的 可能是 可能是雙重因素之下 我們可以去談說 欸為什麼那時候並沒有抗爭 就一方面是大家有賺到足夠的 一方面也是 威權的時代 他們可能會不真的想得到 因為他想要 他只想要 賺錢 賺錢 養小孩 我玩了 我生家裡剩三個 我養不起 我要給他賺錢 我們就想要走都會 想不到 那時候 不好意思 我打算 560年代 也要從事想到一件事情 那時候是白色恐怖 任何 跟左派有關的東西 都會被老獎聽唱 然後 就會白色恐怖了 因為對他們來說 所謂的 對某一些人來說 當時的政治氛圍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 我 我的家屬長輩 從我阿嬤到我姑姑 甚至到我媽那邊的親戚 幾乎都在張風柱爾去做過 我自己也短暫去打不光 好 那當時只要稍微偏左派的 你不管是言論也好 你那些寫文章的 有多少被都在去管理 有多少是結消失的 教室的根本不用講 組織真的 當時戒嚴啦 同學勒 集會遊行法還不是解釋後才出現的 戒嚴勒 當時那個人民沒有集會結社自由 公會法都現在都沒有改掉 只能處一個企業裡面 只能處一個公會 現在才開始 不然為什麼華航這些人 只是其實這些線索 都可以回去推當時主公會代表復合 凡是稍微偏左的東西都覺得 你是不是共產黨 對啊 我其實一直在跟他上來幫我解脫 沒有就是解這一段 對啊其實有讀過 但是沒有那麼多台灣的這方面 那 可是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意外的石風橋呢 讓這個 資本能夠 不見得累積 然後中產慢慢慢慢 所以 這個你累積 你要看累積 然後一直在爭取的話 會不會其實這個 問題當作是比較有 我 我想到的就是拉到菲律賓現在的情況 現在大部分的加工出口區都是設立給外來資本投資 所以你的資本全部都累積到不會用你的人的手上 就是外資 然後 另外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 有 把他指導一些照 就是長照的事情 就知道菲律賓其實非常多的高知識分子 他們是到 他們也是移工 他們在日本的一些比較小型的醫療機構做儲備人員 然後 他們都是 就是以台灣的醫療製作來看的話 他們可能是護理師等級以上的醫療人員 但他們在菲律賓裡面找不到工作 因為沒有人會用他們 所以就可能反映到就是 為什麼菲律賓一堆的大學生畢業了 並不是去做 我們覺得高知識分子要做的白領工作 那些工作可能都不會落到他們手上 然後他們必須去當就是客服人員 就是 這是主公會會有用嗎 這是主公會會 主公會是要 不論這樣護理人員 就護理人員 你們就做客服 所以 主公會會有用嗎 主公會被給人員工 其實是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和政治的政策 對 那個是要靠國家調整 為什麼你要開放那麼多外資來 就是 西市本地人的那個工作機會 或者是什麼 什麼感覺 像中國這幾年護行人員 他就是要外資調整 和你調進去 我們就要回到去問說為什麼菲律賓政府 為什麼不去要求外來資本做這些事情 然後公會其實是另外一個方面 他要保障就是本地勞工最低的薪資條件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項去要求就是 無論你是地還是外地的企業家 你一定要給勞工一定的保障 就是應該是雙想並不是說產業不升級 我們就可以不止公會 或者是我們未來要產業升級 而消失掉很多勞工的工作條件 我只是想說真的有用嗎 因為看起來目前沒有太大用 現在不是四百用 其實這個一個經濟要 就是在發展 比較落後要往前走的階段 是照常理來講 人民比較不會去想到 因為我覺得菲律賓蠻特別的 像這樣叫民主嘛 他可以組公會可以遊行 像這樣叫民主嘛 可是民主 可是人民也沒辦法做主 需要靠明天的公會 那頭很激情 到底民主還沒問題 到底公會有沒有用 到底他是進步還是不會 我也搞清楚 他的公會那麼發達 代表好像是很精進的 非常進步像歐美 像北歐西北歐國家 這麼進步才會 然後這麼發達 可是他又很多後 只要越進去這個國家 越好特別 激情的國家 我就蠻激情的 我沒有辦法回答進步或裸回 我只能講幾個 這麼發達的發展 好像是西北歐東歐國家的狀態 我只能講幾個現象 就是在菲律賓主公會 其實 是要玩命的 就是 像我們每天在 我們啦 每天都在菲律賓的一些媒體看到 就是 某個某個組織 會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會槍手 不知名的槍手 把這些組織領導殺掉 就其實三不五時 就會有很多的組織領導 被這樣殺掉 其實在菲律賓的 農民運動 或是勞工運動非常的興盛 但他其實死亡率也非常的高 但其實菲律賓使用率很高 大家還是前部後繼的往前 想要去為大家做抗爭 那主公會到底有沒有用 我想 在 今年 2月27號 本來 那個 吉普尼的 最低 吉普尼只要給7塊 今年2月27號 要漲成8塊錢 就是 是那個 Piston 就是運輸工會 抗爭十幾年後 壓力之下 調整的 那今年可能 還有希望吧 或是這兩年還有希望 調整到10塊 然後 像今年 去年到今年 456塊 漲到481塊的 馬尼拉最低薪資 也是在 勞工團體 不斷的抗衡之下 然後不斷的 去跟 勞動部施壓 上來漲的 一些二十幾塊 十幾塊 二十幾塊的 為低薪資 我覺得有沒有用 其實 看起來是有用的 但 那個路還很長 我只能這麼講 路還有點距離 還需要 走很長的段路 就這樣 就這樣 大家還可以等 其實道理來講完 是覺得 勞資雙方一直都是對立的 其實負者會更負 窮者會更窮 那 肉資中間沒有一個 抗衡的力量 去 對資方的 做法有所限制 那其實 會很危險的 其實一直 一直以來 我們都看到 每年資方 每年資方 以台灣來說 每年資方的那些心智 又翻了幾倍 或是又成長了幾% 那我們的心智到底 漲了多少 其實我覺得 光看這個就很明顯 對啊 就他們漲漲了那麼多 為什麼沒有 分給 為他辛苦賺錢的這些大眾 就是 對他沒有理由要分給大家 以前就是他的 但是 若是沒有去一些工會 去抗衡去做限制 我覺得那個狀況 那種 皮膚差距越來越嚴重 對 我還是讓他回到台灣 那現在 那現在明達那爾是什麼狀況 我們請明達那爾專家來解答 對 其實剛剛講到菲律賓到底民不民主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他從 就是美國就逐步給他獨立 所以有些人就把他 曾經有個稱號是說他是 亞洲的民主之中 因為他就先有了選舉等等 但其實 左派的人都會有一種說法 就是一直到 一直到 Akino 就是上一任總統 之前的每一個總統 馬可是 現在 前任總統Akino的媽媽 艾奎諾跟 阿如有這些人 其實都是 美國的 傀儡 就是 馬可是時期 他們也是講師 黃金時代 就跟台灣很像 他們也蓋了一大堆 很 很國際型的重大建設 可是 他們就是只分給 那幾 那一些人 就是 我覺得菲律賓跟 台灣就是 台灣至少還有一些中小企 可是菲律賓他的 資本的 就是那個真的是很龐大 就是 很大的力量 然後 其實有錢人還是 就是 看 大家都知道會看 最近 就是看 東南亞國家的崛起 其實是 真的有在崛起 就是 整個 總的收入 菲律賓曾經是 亞洲嗎 還是東南亞 就是 那個什麼 什麼 該怎麼講 GDP嗎 就是成長最快的 國家 然後 像我念的學校 就是一所有錢的學校 然後 他們的小孩子 畢業之後 他們的小孩子 我覺得 從商 從商 銀行業 這類的還是會轉 然後 他們小孩子 下班人要交十萬台幣 不是十萬台幣 不是十萬台幣 十萬皮說 十萬皮說 八萬台幣 大概七八萬 對 這其實以菲律賓來講 是很高的 然後 我猜就是 選對事情做吧 在馬克斯時期定也有人是有賺的 然後到現在還是有人是有賺的 所以 我覺得從商跟從政等等的 就他們其實是蠻相互關聯的 你只要有 這樣子的家園 你就可以賺到錢 或者是你家裡有移工 等等的 所以在我身旁都是 蠻有錢的人 就是 跟他看到的是 不太一樣的世界 對 那真正的中產階級 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就是 可能等六月二十號的時候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然後 政經名單到底是怎樣呢 就是 是幾號啊 是在我 五月二十三 對 五月二十三 就是我五月二十八的時候 離開菲律賓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戒嚴了 然後 剛開始 對 戒嚴了 然後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早上你看到 他真的是一個很轟炸性的消息 就是 怎麼會 恐怖分子的攻擊 固然恐怖 可是怎麼會突然戒嚴 就是 他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區域 那個戒嚴的地方 然後 杜特地要把整個島都戒嚴 說要把 就是恐怖分子都除掉 什麼的 然後 最近的死亡人數就一直在增加 就是 有點像 我們在其他國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在進行空襲 或者是種種的 撲滅敵人的動作 然後我今天看到已經死了 四十個人吧 而且他們還不讓就是外面的組織 他們就把整個城都封鎖 就不讓外面的組織進去 就是 運送物資 對啊 所以 然後我也有認識的 朋友 他的家人是那裡的人 他們就已經逃出來了 就是 因為太可怕了 就是 對恐怖分子很可怕 但是 其實 軍方去做那些 撲滅恐怖分子的動作 其實也 殺死了很多的人 然後 也 死了很多的軍人 對啊 然後 其實現在只 現在我們問在 身在打爆的朋友 打爆是 明丹娜 就是 那個 其實他剛剛講的是 蘇綠寶 就只有一個點而已 可是 因為這個點 整個這麼大的地方 很多戒嚴 就是 我們現在身在打爆的 就是 戒嚴 會有幾個要素嘛 一個是會取消 那個叫什麼 人生拘捕令 跟 會有消禁等等 但 還不是全 還不是全島都有 就只有一些地方 有時事消禁而已 然後 時事消禁的話 就是很沒彈性 像是有些人 他 就像是穆斯林 他們可能早上 可能四五點要去拜拜 但是 可能 五六點才讓你出門 就沒辦法去拜拜 等等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 不公益的事情 是他們要 他們設了很多檢查站 然後就是你 現在出入什麼地方 你都要秀出你的ID 可是像那些原住民 他們就是沒有ID啊 所以他們就 就不知道 後來的處置是怎樣 可能被抓還是被登記什麼的 對啊 然後 在我們打爆地區的朋友 有些人說看起來很平常 然後 可是我覺得那個緊張的感覺還是有啦 就是其實生活是正常的 對 然後 如果要分析 這對之後 他們的商業發展有沒有 什麼危害還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 有些人其實是喜歡有戒嚴的 因為 就是 很 感覺很 治安很好嘛 就像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把那些恐怖分子都消滅掉 那就整個看起來自然都很好啊 所以有些商人應該會是喜歡的 可是 對 對左派人士來說 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 就你只要一搞什麼運動 人家就說你是恐怖分子 之類的 就會比之前的樣子更可怕 所以 有些人就說 杜特希是故意要 壓制這些左派分子的 的一個手段 就是他在全島實施戒嚴 然後其實我們在馬尼拉的朋友 也有一點 預感是說 覺得 這蠻有可能會 就整個在整個菲律賓都戒嚴 對啊 但現在出入菲律賓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只希望就是 不要真的是 就是在全國戒嚴 這樣子 對 然後 好 那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還是可以留下來繼續討論 那 我就稍微講一下 那我們之後在七月的時候 我們的主題就是戒嚴 就是 呼應到最近的主題 跟之前馬可世世紀 那七月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會有更多的宣傳資訊 主要的場地會是在牧哲 在 聖老師那邊 然後我們會把一個 簡單的小展覽 然後我們也會有 相關的講座 然後也會邀真正經歷過 戒嚴時期的菲律賓人 來跟我們分享 那個時候的事情 跟最近的局勢 好 那 就是時間已經九點了 我們就 拍手解散吧 謝謝大家 好 或是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是 還是可以繼續留下來 對 如果最近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他的文章 然後再 那個 獨立評論 還有 天下獨立評論 四川 那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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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們 他 你知道 他 愛情人受不了 他 他 vendor 他 他 幫他